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 关于会计要素的计量属性 什么叫做计量属性呢 就是说我们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那你是不是都应该要把它按照某个金额记录到会计报表里面 对吧 那么你删着什么金额 比方说我有一辆车 这一辆车呢 假设我是在2017年买的 2017年买的时候这辆车呢25万 然后后来呢大概到了20 现在是2022年了 那么到2022年呢 当年五年以前买的那个车 如果是新车的话 同款的新车现在只需要卖到20万了 对吧 因为车型旧了 有新的车型了 然后我们的 就如果我要卖我的车 卖我的旧车 那都开了五年了 其实这25万的车已经不值什么钱了 对吧 可能卖个10万左右 好 这是我们的2022年 我们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大家看 这里面有25万 有20万 有10万 我到底把哪一个作为我的记账的金额呢 是不是你就要去了解 或者说至少对它有一个概念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计量属性 只不过呢 我们的考试不是考会计 所以它并不会考你 到底应该用哪一个金额 它只会考你名字 对吧 你要知道 当年买的时候25万 这叫什么 新车20万 这叫什么 卖旧车10万 这叫什么 你只要知道它叫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说第一个概念 历史成本 所谓的历史成本 就是我当年买这个东西花了多少钱 这个就叫做历史成本 所以显然这辆车的历史成本 是25万 对吧 它的关键词是购置时的金额 如果是资产 那么就是购置时的金额 那如果是负债呢 就是当年我的合同金额 合同里面的负债金额 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这20万呢 我这25万 我不是全款付的 我找银行贷了15万 那我找银行贷15万 这15万就叫什么 这15万是不是就是我负债的历史成本 因为是我当时签合同 我找银行就是借了15万 对吧 所以这都是 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 历史成本 起现的都是当时 或者叫购置时 对吧 我们就抓住这个关键词就好了 考试就考这些东西 21年考过 20年考过 16年考过 好 那第二个 第二个重置成本是什么呢 所谓的重置 重置就是重新购买 对吧 重新购买 重新购买 那么这个时候的重新购买的成本 重新购买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现在 所以我们是以2022年 对吧 买相同的或者类似的东西 它所发生的现在的金额 我们就叫做重置成本 所以大家理解 重置成本是 现在我去重新购买 叫做重置 那如果是负债 重置成本又代表什么呢 现在偿还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是现在购买 我们叫做重置成本 如果是现在偿还 我们也叫做重置成本 它的关键词都在于现在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们说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是指什么呢 就我可以把它变成现金 对吧 可以把它变成现金 所以可变现净值 这里面是关键是在于变现 什么叫做变现 就是出售才叫变现 对吧 我卖掉才叫变现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把它卖掉 为什么又是净值呢 因为你卖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会发生销售费用 所以我把销售的收入 减掉销售费用 剩余的钱 就叫做可变现净值 所以可变现净值 它的特点体现在对外销售 我把它卖掉 然后再是现值 现值是什么呢 现值就是这里面的现值 就是我们第一章所学的那个屁 对吧 我们是要干嘛 是把未来的去做折现 未来的折现 比方说我们的一套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 它能够给你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卖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每年的租金 就是它给你带来的价值 对吧 假设每年的租金是十万块 那么这每年租金十万块 除以一加爱的一次方 加上十万除以一加爱的二次方 那一直加 加到十万除以一加爱的N次方 那这样得到的金额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限制啊 对吧 这个房子如果你这样算下来 到底能够值多少钱 这就叫做房子的限值 当然了我们要注意 那这里面限值呢 也可以对应资产和负债 大家想想 一个资产 你是期望它未来获得的是 现金的流入还是现金流出啊 我们说了 资产是你可以控制 并且能够获得收益的这样的资源 才叫做资产 所以呢 如果是资产 那么就是现金的流入去做折现 而如果是负债呢 就是现金的流出去做折现 对吧 比方说我的借款 我怎么去算它的限制 就是看它的流出折现的金额 对不对 所以限制看的是流入或者流出的折现求和 而公允价值呢 我们就是通过有序交易 通过有序交易 比方说拍卖 拍卖就是属于典型的有序交易 好 所以比方说我的这些车 我们就现在就明确了 2017年买25万 这叫什么 这叫历史成本 我当时贷款15万也叫历史成本 到今年我在买相同的新车 要换20万 这个叫做重置成本 对吧 如果我现在呢 已经还了好多年了 我现在去 我那15万的负债呢 只剩下2万了 那么我现在负债的重置成本 就叫做2万块 对吧 然后我如果卖我的旧车 卖10万块 然后但是我要交1万块钱的税费 大概呢 还剩9万块 所以9万块就是我的可变现净值 然后我这辆车呢 每年大概租3万块 那这3万块钱还能够租5年 把这3万块钱5年去做折现 是不是就是我资产的限值 对吧 还有如果这辆车呢 被法院拍卖 那么得到的金额呢 就叫做公允价值 对吧 就叫公允价值 所以大家只要能够去做这样的判断就可以了 抓住关键词 购置时历史成本 现在是重置成本 对外销售可变现净值 折现是限值 然后有序交易是公允价值 最容易搞错的点在于 现在容易被理解为是限值 还有呢 有的人一看到历史成本的概念 是购置时金额的公允价值 很多人就以为是公允价值 关键是购置时 购置时 好 注意这些易错点 那我们呢 把教材的文字给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 在第二章 我就比较喜欢教材原文了 为什么 因为考试容易考到教材原文 那历史成本是什么呢 是资产照购置时 实际支付的现金 或付出代价的公允价值 为什么这儿会出现公允价值 就是我在买东西 我有可能是直接花钱买 对吧 也可能是什么呢 以物易物 对不对 那如果是以物易物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是 拿我花出去的 给出去的那个东西 它的供允价值来进行计算了 对吧 以物易物 好 那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 或者资产的金额 或者承担现实义务的合同金额 这就是我们的负债的供允 负债的历史成本 对吧 就是实际收到了多少的 多少的钱 或者我负担了多少的合同 偿还债务的合同 对吧 好 重置成本呢 我们说是现在购买相同 或者类似 或者现在偿付 这个款项需要的现金 或者现金的价物 对吧 可变现净值呢 是售价 销售的收入 减去发生的成本 再减去相应的税费 得到的净值 是销售 对吧 销售完了以后的净值 限值呢 是资产负债 在未来的进现金流 做折现 只不过呢 资产 它是流入的折现 是未来流入的折现 负债 它是未来流出的折现 一个是流入的折现 一个是流出的折现 供允价值 就是按照供贫交易 对吧 或者有序交易 来去得到的 那我们一般在记账的时候 用什么呢 一般用的都是历史成本 我们一般用的是历史成本 好 所以这个点大家就理解了 对吧 一般考试就问你 这个东西给你一句话 它叫做什么 计量属性 就很简单 好 我们来看怎么考的 大家看这一道题 某一个企业呢 三年以前购买的设备 原价20万 那我们就直接来写 三年前购买设备原价20万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叫做历史成本呢 这就叫历史成本 对吧 当前呢 累计已提折旧4万块 已经提了4万块的折旧 那么提的这个折旧 就叫做什么 我提折旧 其实就是提完了以后 剩余的价格 对吧 折旧我们先不管它 提完剩余价格 他说现在以市场上的 可以18万卖出 在市场上可以18万卖出 然后呢 还会发生一些费用 问可变现金值是多少 可变现金值 是不是就是销售收入18万 减掉它的税费 对吧 以及产生的成本 那得到17万 是不是就是我的可变现金值 对吧 不是用20万来减 而是通过我们卖的收入 减卖的成本 对吧 所以等于17万 好 我们看这一道题2020年的 他说某一个企业两年以前 20万购买一台设备 那两年以前20万 这是不是就是历史成本呢 好 累计一记体折旧 四万不管他 市场上买同样的设备 现在在市场上买同样的设备 现在买相同的 这叫什么 这是不是叫重置成本呢 所以历史成本 题目问你历史成本是多少 重置成本是多少 历史成本20万 重置成本15万 对不对 所以正确答案是A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下面一个支点 关于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那会计核算的基本假设 这一个点呢 基本上只有一星级啊 就是其实没有怎么太考过 那么会计核算基本假设 在2022年的教材呢 它其实是增加了 这四个假设的关系 我给大家把这假设解释一下 我们说任何一个科目呢 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假设 那会计呢 也有自己的假设 就像物理的假设呢 就假设平面光滑 对吧 才能够在动力学里面 才能够真正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的假设 它也是为了简化东西 那我们说会计核算的假设呢 它第一个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 也就是每一个会计的计量 它都应该是有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呢 就是会计的主体 它往往是特定的企业 或者是某一个组织 对吧 它是一种空间的界定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先假设这个企业 不会清算破产 它会一直经营下去 那大家可以想象 这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 对不对 没有哪个企业可以一直的经营下去 所以持续经营假设 它只是一种假设而已 企业都会破产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假设呢 就是我不能天天都以它要破产这么来去思考 那你要不然就很 你就没法记账了 对吧 所以我们先以它是正常 如果有特殊情况 我们再认为它是可能要破产 第三呢 是会计分析假设 会计分析假设呢 我们主要是按照日历年或者营业年来去做分期 所以比方说我们要做月度季度的考核 对吧 我们要做年度的评审 年度的绩效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得益于 因为我们把会计报表做了分期 你才能够做出季报年报 才能够给经营去做一些贡献 对吧 才能够给经营去做一些评估 第四呢 叫货币计量假设 货币计量假设呢 就是以某一种货币作为记账的本位币 对吧 在我们国家呢 当然就以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 所以大家先理解它是什么样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2022年呢 教材加了这个内容 告诉你说 我们的会计核算 这四个假设呢 它们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 会计主体 它明确了空间的范围 对吧 而持续经营和分期呢 又对时间 又做了一个规定 对吧 持续经营就是这些企业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而分期呢 就我把它生存的过程分阶段 对吧 货币计量呢 它是一种手段 所以如果没有主体 你没有主体 就连我们的对象都没有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 对吧 所以主体是最基本的 然后没有持续经营呢 那也就不存在分期 因为分期是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之上 把它分段 持续经营是一个长期 而分期呢 是一个短期 那如果没有分期呢 也就是无法涉及到 他们能够去把这些信息拿出来 做成季报 半年报年报 供投资者使用 对吧 如果没有货币计量呢 也就没有真正的管理手段 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它就是增加了这一段话 但实际上影响不大 考试呢 也未必就会考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指的点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他说 对于会计核算的范围 从空间上加以界定 空间是不是就是对象啊 所以是会计主体假设 这么多年就考了这一个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选择发生制的问题 选择发生制 从考试来说呢 只有在17年和15年考到了 其他的时候 其实考的并不多 但是我想说的是 选择发生制 大家是一定要理解的 就是它无论是 在今年会不会出题 但是呢 在后面里理解 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选择发生制 也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选择发生制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交易的时间 和我们收支的时间不一致 这个时候就产生了 我们在记账的时候 到底是要以交易时间记账 还是以收支时间记账 如果我们以交易时间记账 这个就叫做选择发生制 如果以收支时间记账 这个就叫做收复实现制 所以你就明确了 交易按交易时间 叫全责发生 按收复时间 就叫收复实现 那么我们国家呢 一般来说 都是按照全责发生制 作为基础来进行 会计报告的 只有谁不是 只有现金流量表 是以收复时间的 现金流量表 是以收复时间 好 那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国家以全责发生制 作为基础 所以像收入 比方说我要记收入 那就应该是以什么呢 以全责发生制 记收入 对吧 那我就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以全责发生制 记收入 它有什么不同 比方说我去理发 我去理发 假设呢 我是5月20号去理的发 然后呢 这个理发呢 大概需要花100块钱 但是我理完发以后 突然发现 自己没带手机 也没带钱 老板说没关系 你过段时间 反正你 我们家的常客了 对吧 无所谓 你过段时间再来 给钱就好了 我5月27号 去给老板 把这100块钱付了 所以5月27号付钱 但5月20号呢 我只是理发了 好 各位现在来看 按照收入的话 收入应该是按照 选择发生制 还是收复实现制 我们说了 我们国家应该以 选择发生制作为基础 那既然以选择发生制 就应该是交易时间 作为时间 作为即收入的时间 那哪一个是交易呢 这是不是收支的时间 对吧 5月27号是收支的时间 而5月20号 他给我理发 是不是就是交易的时间 所以呢 应该以交易的时间来记 所以应该记到5月20号 对吧 好 这是我如果没给钱 如果给钱了 我现在说 我5月20号呢 我理发了100 我不仅给了他100 我觉得他理的很不错 我直接充值3000 各位 我直接充值3000 那我充值3000 你就要想啊 我这充的钱 3000块钱 我是收负了3000 对不对 收负了3000 那收负的金额是3000块 然后呢 我的收负时间是5月20号 交易时间也是5月20号 但是我的收入 肯定寄到5月20号 没问题了 我应该寄多少钱呢 各位注意 我收负了3000块 但是我实际发生了 理发交易的价值是多少 是不是交易的价值是100块 所以呢 我应该要寄多少钱的收入啊 是不是100块钱的收入 所以我们无论是时间 还是金额 都应该以交易 实际的交易为准 而不应该是以我的收支为准 对吧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所以 这就是全责发生质 大家懂了吗 好 如果你还不是特别明确 我再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记忆方式 就是怎么算作是交易呢 如果我们是 如果我们是商品交易 那一般是以商品的转移为时间 为交易的时间 转移就是发货 对吧 发货作为我交易的时间 那如果我是服务 如果是服务 我们一般是以什么呢 服务的话 我们就会是以我们的完工 作为我的时间 你看 礼发 是不是就给我礼完发 这就叫完工了 对吧 完工作为时间 那显然 如果我们是施工 施工是不是也是一种服务 因此呢 他要以完工作为时间 对吧 施工是要以完工作为时间 这个大家要理解 好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啊 我们到底什么时间 考试就有可能问你 到底给你好几个时间 你哪个时间 作为我的收入的记账的时间 对吧 你要注意 是以交易 也就是以完工作为我记账的时间 好 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权责发生制 是以会计分期假设 和持续经营假设 为前提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想啊 如果没有会计分期 你其实记在哪个月都一样 记在哪一年都一样 对吧 我这 我是5月20号 还是5月27号 无所谓 但是因为有了会计分期假设 我们就认为 在不同的时候得到的金额 就应该记在不同的时候 对吧 因为它影响的是 可能是不同月份 不同周 不同的季度 或者不同年 它的收入和经营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客观 按照会计分期 第二 持续经营 你想啊 在刚才这种情况下 我5月27号才来付钱 但是5月20号 它就可以记收入 那这里面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5月27号 如果我5月27号 我跑路了 它还能在5月20号 记收入吗 是不是就不能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我提前记了收入 但我钱还没有拿到 那这个 有一个支撑的点 就在于 我先假设 它能够持续经营 如果你发现 这个人 根本就不会给你钱 他可能 经营上就有问题 就有困难 他不会按期履行合同 这个时候 你其实就没有办法确认 他可以持续下去 他不能够持续下去 那你就不能够记做收入 对吧 所以持续经营假设 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有了他 当我们有交易和收复的时间不一致 交易比收复的时间要早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干嘛呢 我们就会以交易时间及收入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个很重要 好 所以会计分析和持续经营 作为我们的前提和基础 好 那我们这里面就是 依据全则发生制来判断 收入和费用 记账的时间 对吧 或者是 记到某一个时间的费用 好 我们看题目 14年的 他说 关于会计核算的基础说法 正确的是 A 企业已经实现了收入 记入款项实际收到的 他问的是我们的核算 会计核算的基础 我们会计核算的基础 是应该按照 全则发生 还是收复实现 是不是就是全则发生制 对吧 就是D 很简单 那怎么体现全则发生呢 是以收到的 是以收到日 支出日 还是应该以什么呀 应该以交易日 对吧 既不是收到 也不是支出 而是交易日 然后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会计分期和持续经营 对吧 是会计分期和持续经营 好 这一道题正确答案是D 接下来我们再看 会计等式和它的应用 这个没有考过 我们就简单的说 我们会计的记账方法 有单式记账和负式记账 我们国家采用的是负式记账 负式记账 就是我在这边写借方 这边写贷方 所以借方一个项目 贷方一个项目 然后分别来记 然后左右两边能够对得上 这就叫做负式记账 然后会计等式 我们有静态会计等式 有动态会计等式 刚才说过 静态报表 是不是就是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 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对吧 它反映某一特定日期 财务状况 是不是都是知道的 它编的是资产负债表 是不是全都是我前面讲 而且很仔细地讲的内容 然后呢 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它是一个某一特定会计期间 经营成果 然后呢 体现的是利润表的编制依据 对吧 然后综合会计等式 我稍微的说一下 综合会计等式 它指的是什么呢 你看 资产等于负债家所有者权益 而所有者权益 是不是就来自于 就其中一个部分 就来自于利润 对吧 那么利润又怎么来的呢 利润是不是就是等于 收入减费用 收入减费用 对吧 那收入减费用的 是不是就是当年增加的所有者权益 好 那我如果加上年初的 年初的权益 是不是就得到最后的权益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内容呢 其实它写的不是特别的准确 其实考试也不怎么考 但是总有人问 所以我就准确地写一下 它其实是什么呢 比方说 2021年 12月31号 它的资产 它应该等于 21年年末的负债 加上什么呢 20年年初的权益 再加上21年年初的权益 再加上21年的收入 减去21年的费用 也就是我这儿得到的是 21年的利润 对吧 21年的利润 好 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就是在21年年初的权益 加上21年这一年增加的利润 就得到了21年的年末的所有者权益 那再加上21年年末的负债 是不是就得到21年年末的资产 对吧 所以这个教材呢 它写的其实是有问题的 那你这样其实就能理解了 否则你按照这个来 它本身就是错误的 对吧 本身就是错误 如果你不规定时间 这个说法它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要规定时间 是更容易理解 但没有考到过 我只是怕大家不理解 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 那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了解静态动态财务状况 基因成果 对吧 财务状况基因成果 静态动态 是不是都在前面 给大家讲得非常仔细了 好 所以这里面说 某一时点的财务状况会计要素 是不是其实就考的是会计要素啊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 会计监督的类型和内容 这个确实是从来没有考到过 会计监督呢 我们主要就是 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 对吧 进行相应的监督 然后它的监督 一个是对经济全过程监督 一个呢 用货币计量进行监督 还有它主要体现的是内部监督 它是一种内部监督 因为记账嘛 就是一种内部监督 好 另外呢 会计监督它有哪些类型 会计监督呢 主要的类型包括事前 事中和事后 对吧 这个都好说 然后呢 可以有政策性的监督 也可以有技术性的监督 通过财务分析的手段 这种是技术性的 对吧 我制定一个规定 这叫做政策性的 还有监督的内容呢 就是所有的活动和人员 我们都要监督 对吧 然后呢 就是监督的主体 是会计人员 是由会计人员 对于本企业的活动 进行监督 对吧 这些东西呢 没有考过 大家大致了解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说完了 这一节的内容 确实很散 内容很多 很散 不一定考那么多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 因为它对于我们 后面去学习 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内涵 就不关键了 重点在这 会计要速 对不对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静态要速 财务状况 收入费用利润 动态要速 经营成果 然后快叫速的 计量属性 我们说 如果是购置时 就是历史成本 对吧 现在购买相同 或者类似 重置成本 如果我们是 就是卖掉 然后呢 它的这个近的收益 那这个叫做 可变现禁止 如果折现叫限止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我们在有序交易 这叫做什么 公允价值 好 然后会计核算的 基本假设 核算的基本假设呢 主要是收复实现制 和全责发生制 那收复实现制 这里面 我们主要是 现金流量表 用收复实现制 对吧 现金用收复实现制 那它体现的是什么 收支时间 对不对 全责发生制呢 体现的是交易时间 体现交易时间 我们国家用的是 全责发生制 而且呢 它是以 会计分析 和货币计量 会计分析 和持续经营 对吧 这两个假设 作为它的基础的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会计等式 静态等式 动态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 加 所有者权益 收入减费用 等于利润 对吧 监督就不多说了 好 所以这一节的内容 其实就这些东西 大家把它给记住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